在等待你的交货文字上可以发送来admonpoint0202aticloud.com 未继续之前有少少网幕上要先交代一下 如果有些朋友想来买期二点的DVD或VCD 或者我们的T-Shirt也可以在星期六 星期六我们的时间都仍然是开放的 所以你可以在星期六来 还有在Umax买了衣服的朋友 我们已经发出了电邮通知来买 但还有一些几个朋友还未来买T-Shirt 希望快一点 因为时间有限 办公时间12点至下午2点半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半 最后行的3点半至晚上8点 这个就是星期六的时间 对了 没错 星期六的 OK 星期六的时间 12点至2点半 然后何方要吃饭的 然后3点半至8点 OK 多谢你的支持 今晚依然有Rainbow在这里 听个电话先吧 好啊 好 来了 好 这位朋友叫猴猴 咦 又你是猴猴? 是啊 是我 不然你有啊 还有嘉宾Rainbow 你好啊 各位好啊 好 怎么样 今天这个是很新鲜的 刚刚就是今天 哦 OK 有的东西来的 所以今天呢 因为我是收台灯声的东西 等着进台工作 跟同学仔 在那里讲一下 你知道吧 通常一个后台都有很多故事 先讲一下 关于不灵界的故事 即是后台灵界的故事 那我先讲一下 那我先分享了一个 话说它是在观塘钉房的 亦都是前晚的故事 给我听 是 那我就觉得 挺有趣的 我先讲一下 是 那这一栋东西 就是位置于 这个 观塘卖保险那栋大厦 对面那条街 那条单程行 那之后呢 就是观塘廟道 驾车 回去方向 那里呢 会挂着东重下草广告牌 不过今天转了 又看到那个时候 哦 那栋东西 是 那栋东西 那样 他们好像是十楼 其中一个分租单位 那他就说 他前晚在那里睡觉 休息的时候 是 他就听到一些 很吵吵的声音 嗯 那 我就说 是不是外面有人在走 他说 不是啊 我听到两把男子声 那样 我说 那出工厂大厦有男子声 那麽出奇 那麽出奇也是 是的 然后他说 不是啊 那把男子声 可以以边传起 但是整间酒房 一百尺都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在 何来男子声 我说 咦 有道理啊 那我想一想 其实话说 在之前 上年的十月 我去对Bang房 有些 要重演 那我就在 他们工厂大厦的 防衣门那边 因为他是露天的 抽烟 呼吸的时候 我就在 下一层的 转角位 看到有两个 男性的 半透明的物体 就蹲在那裡 那我很相信 那两个 是不是人来的 嗯 是的 那我就跟他说 其实 我在你Bang房的楼梯 其实我见过两个 不是人的东西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 那两个人 但是是男性 我说 你一向那种大厦 都其实 应该不是太干净 对不对 嗯 嗯 之后他就说 是啊 很贬 我说 我跌势的 我搬到低谷 会收拾东西的 我睡醒之后 那些毛工仔 躺在我身边 之后 那些鼓子上面的 鼓棍啊 那些扇子 全部都乱了 我这样教 除了我梦游 那些东西都不突然乱了 之后我就说 嗯 是的 中班房 记得拜水国 我说 其实你对面那幅 卖保健那幅大厦 曾几何时 在这个节目 是有观众分享过 是吗 其实很昂贵的 是的 那些东西都会走过去 那幅大厦 那幅大厦很新的 很新的 很新的 很美的 是的 但是有听众分享过 在厕所上面 我之前去厕所呢 都是听到怪声的 因为我是 刚好帮我一个 朋友的妈妈 做一些秘书上的东西 那我去厕所 就是听过一些怪声 是的 那 今天 上午听到这个故事 下午呢 我就去 乘越街 去某一间工厂大厦 买东西 是的 那我就见到 这么久都 因为我下楼了 准备 我见到这么久都不上来 走楼梯 走楼梯下去 打开房间 下去的时候 走到半楼 那我见到有个男人 走上楼梯 嗯 因为整个楼梯 只有我和他 那我呢 呃 就看着他 我奇怪了 走上楼梯 不是应该 正常摁摁摁摁摁摁的吗 你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那个步伐 是不是一下踏上去的时候 类似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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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那么OK 是的 那我稍微注视一下他 我发觉 他不是走上去 他是飘上去的 嗯 我见到他的脚掌的部分是透明的 然后没有动过这样飘上楼梯 那跟你拆身移过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看着我 他是看着前面 他完全没有表情的 然后 我应该怎么算好呢 我应该假扮见不到 那我就 深呼吸就 继续走下去 对了 我也是不敢顶着面 因为 我不知道顶着面的时候 他会不会 是 你现在不要 看着后面灰脚啊 很害怕啊 我到现在 我真的要立刻打上来说 不是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要不然他就知道你能看到他 那你就糟糕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见不见到 我明明 我只是看得到他的 嗯 因为我的眼睛全程注视着他 我一直看着他 为什么他 他不是按上去的呢 他好像是吊上去的 那样 没有可能的事 即是说你现在说 这几个地方 有不同地方 是吧 不同地方 但是都是工厂大厦 嗯 不如我们做一集 工厂大厦之夜 不如就 真的可以啊 真的可以做的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都是工厂大厦 我刚才在Viu的节目 又讲开了 其实在另一个地区都很厉害 火炭区 火炭区的工业大厦 也是很出名的 嗯 我曾经何时 我的Bang房都是火炭区 是吗 是呀 火炭区啊 OK 那多谢你的电话先吧 猴子 好啊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你都上过来 我们这里两三次 是 是吧 第一次 厉害点 是呀 第一次的感觉最厉害 反而是下午的感觉 是吗 但是刚才呢 刚才 搭货车上来的时候 我都 很害怕 看一看 少少的感觉而已 没有上次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工厂大厦的货车 是特别恐怖一点 所以我永远 很大 是 我永远不能搭货车 我怎么也会是黑烈的 死等难等 都是黑烈的 要斜斜地 看看有没有东西 是呀 因为太大了 空间大了 而且货车是特别慢的 不过我都想告诉你们 有时候 不需要太刻意害怕 是吗 是 反而你如果越害怕 明明没有也好像有 真的 是 Alan Lee 他说工厂大厦 我也有货 看看有没有货 打来交 打上来 还有一个呼吁 我经过太子的时候 在始唱中心对出 有一位朋友认识到 拍照 拍完之后 有位朋友姓杨 我不知道你现在听到 一位年轻人 他说在一间美容公司 做一些在街上的推广 他说 是否我有货 他曾经在右线做过洗楼 就是按右线的 学了十年 有一宗兼料 写了个电话给我的 今晚说打给他 但他写了个电话给我的 就很恐怖了 写了九个字 靈異电话 靈異电话 怎么打给你呢 你是不是在玩我呢 打九个零 十个一 打到地府找你 杨先生 你现在听到我呼吁的说话 自己很瘦头 先说一件事 你有一件事 有一个延续篇 是吗 延续 你先说前一次 你想听哪一件事 有几件事 很有延续 你入医院有一件事 是吗 那件事 其实 我当时很晚 就是在那个屋苑 即是在黄大仙的屋苑工作 我经常做得很晚 我下班累 如果我陪伴一个人 我有个壞习惯 我习惯入升降续 按键 我会闭上眼睛等 你回家 是回家 你家在哪里 在南田 那里 五格地铁站 你们都会认识 最顶 接着我住一楼 按键后 我闭上眼睛 我心想 那么久还没到 一楼应该很快 所以我习惯了 我怀疑就会打开 我就进去 直到我走路 走路 直出一步 一直走 我一边被困起 门处 直接打开锅锁 不正确 一望十三楼 即是一楼上十三楼 我接着 我只想走错 但那間屋整間都連滿對聯的東西 我隨便走坐回頭 走出去坐升降機 一旦轉頭 整層都連滿對聯 整層有多少個單位 那個翼有四個單位 當時就好像很喜慶 人家迎娶鬼新娘 差點什麼辦法 等下等下 四間全部掛紅燈籠的東西? 只有一間掛紅燈籠 其餘四間都連滿對聯 那他們是否同一個家族? 我也在懷疑 但當時已經很暈眩 沒有研究那麼多 就坐升降機 但我也沒有衝 遇上地坐升降機 下去之後 心心不分 但我又在想 哪裏現在會有些人那麼喜慶呢? 但又沒有膽子 自己一個人回上去 很害怕 然後本來想叫康耕陪我 我又沒有 終於有一天忍不住我 就跟阿姐說 喂 阿姐 我問了一下你們巡樓 有沒有見過一層樓是這樣的? 即是十三樓是這麼喜慶的 最近有人結婚 他就問 什麼這麼喜慶呢? 我掛了那些古老的紅燈籠 他就問 是嗎? 我問 八人檔 你在巡樓時查一下 看完通知我 好不好 他就問 行了 放心 沒事的 哪裏會有事 誰不知 過了兩天 阿姐告訴我 她說 喂 我看了 是 有的 她說 乾乾淨淨 什麼都沒有 我問她 那天我看了那些 然後延續篇就是 我看完這件事 過了幾天 我急性入了醫院 急性腹膜炎 做了一個很大的手術 醫生說 我遲三分鐘去都不在 這麼嚴重? 我想 如果真的那個人都很沒眼光 不是選了幾十歲來做衛生娘 看清楚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要求 以及每個人的審美眼光都不一樣 即是再次呼籲各界英雄 雖然我眼睫毛很長 嘴細細大 但我很老了 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用年紀去妄自誹謗 你知不知道 那天真的非常害怕 我完全沒見過 哪裏有這麼起庭 反而你看到那些阿飄 真的沒那麼害怕 又站在樓梯口裡沒那麼害怕 哇 整層 那你複膜炎是否之前有些前科 我告訴你 其實我之前是見過她 現在我回想起來 我是見過她之後 開始遺同 你沒有見她 你只是見過這個景象 對 這件事 那就開始遺同 還有發燒不斷持續 燒完又再燒 燒完又再燒 我就傻到 即是我忙到 我直接問人 Facebook 問人 喂 38、39度 算不算發高燒呢 然後有一個人說 看醫生 簡直是高 我跟著去看醫生 那醫生說你持續多久 我都不知道 都蒙蒙糊糊糊 都持續了有十個星期 但我又照常開工上班 我又沒事的 雖然很痛 但我做起事上來 我就不覺得痛 所以就燒了症 燒了 還有在這裡呼籲一下 千萬不要去潘充公司對面 那間集團式醫生看端初症 我這個公司 九龍灣得福 我不知道 你不要亂說 我沒有說 那裡有很多集團式醫生 我沒有說哪間 就不要去一些毒癌醫生 因為他說我胃炎 那我就回去吃藥 以為沒什麼 誰知道 翌日繼續如常的痛 未遲到第五天 我簡直是早上開工 我都受不了 再回到他那裡看 看完吃藥 我就回家睡覺 睡了不夠一個小時 受不了了 三條條 究竟跟這件事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 又賴他 又賴他 懂賴他 聽過電話 這個人 你聽到他的名字就會很害怕 Maggie Maggie 你好 全心 還有Rainbow 你好 有什麼分享 這個是我的親身經歷 其實我是有點恐怖 但我想說 原來靈體要讓你知道 它有很多方法 對 這一層樓 我是租住的 那時候我租進去的時候 別人叫我拜四角 我就拜四角 拜那個途中 其實是有一個位置 蠟燭已經是掉下來 燒到地板 已經不太順利 OK 那也不要緊 到我進去住那一刻 我就經常發噩夢 發什麼噩夢呢 就是有個小朋友 經常在我的床邊 就跟我的先生說 不要不要我媽媽 爸爸 我在這裡 你們不要丟下我 然後我煮飯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有人在我後面 當時我女兒在外面做功課 我經常聽到 有人可以叫我 和站在我後面很快 我就問我女兒 你是不是進了廚房 你看媽媽 她說不是 我沒有進來 那好吧 最初就聽到 感覺到 到了中途 我曾經有一次吃飯 我的飯廳是對著房間 我看到床頭 我見到一個小朋友的黑影 就在我的床頭上 我以為自己眼花 我摘了兩次眼 但她依然還在那裡 然後我閉上眼 我看錯了我的眼花 誰知我張開眼睛 她真的走了 好了 這也沒有最恐怖 到了後期 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在吃飯 我們大家同一時間 都聽到有歌的聲音 那個女人就是這樣哼歌 來來來來 這樣 怎樣怎樣 你哼多一次 那些 哼哼哼哼哼 這樣哼過 我們三個當時 就你眼看我眼 因為那時候我先生是沒有什麼 感覺不到的 因為我跟她說過 那這次就 但事情 她已經給了聲音 首先給你感覺 然後給你影 然後給你聲音 我心想 我看你做不做事了 那我就開始真的害怕 我那時候在想 我想起來的判殺 為甚麼 我想帶你來求救 因為我不知道 有什麼辦法可以去 我們是歡迎的 OK的 到後期 很機緣巧合 因為躲近新年 我新年去拜年的時候 我哥哥 即他有個叔叔 他認識一個法科師傅 他那天就上去了 然後他見到我 咦 你的眼睛好像飄很浮 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了這件事 很幸運 他後來就找他的師傅 幫我封屋 以及幫我們三個人 做了一個 他們不知叫什麼 保護 結界那些 對 類似這些 他說你的房子很光 光到他們不敢進來 最後就是說 我家裡 因為可能租之前 是腰空了一點點間 而外面有工程 可能變成那些妖 有個腦 很大年紀 百多年的妖 還有一個小朋友 就寄居住在這個屋 說到是妖 有一個是妖 即是老了 他已經八幾年了 就是妖 有一個是小朋友 後來就他們封了之後 沒辦法 因為我租約 一年我還沒完 所以我就要硬著 後來他清完房子的時候 我就感覺上是紅了 但最終我也是搬了 始終他也會有壓力 始終他也會覺得 曾經發生過事情 怎麼都 搬也有搬 是嗎 對 那裏就是新蒲崗 某一個地方 新蒲崗有兩個大廈都叫新蒲崗 他不是新蒲崗大廈 他就是新蒲崗 噢 噢 是的 所以我剛才跟你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 鬼要令你知道他在 原來他是一步一步給你 是呀 正如人 你當他 勒錯才算 喂 你軟工不行 我就硬工了 是不是 說兩句不行 可能有機會出手 那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他真的一步一步給你的 我想如果我聽完聲音 我想我不做事的話 我想他會讓我見 我估計他會讓我整個人見到 嗯 那其實是不是就是住了他的房子呢 就是你覺得也是這個意思 因為呢 我也很喜歡聽你的節目 我是你的粉絲 我也喜歡自己說這些 那我第一次真的 原來好像這麼近 嗯 那就是說 你那個拜四個人沒有用 是不是 我拜的時候 就是出現了一個蠟燭 無端端自己掉下去 燒爛了一個地板 我不知道是 是的 所以我想著 拜四個人究竟有沒有用呢 還是我拜得好 還是我拜的時候 他已經告訴我 你沒有用 是啦 沒錯啦 就是你現在說 拜四個人就是 我告訴你 我來著 我希望你走 我希望你可以走 是 他走不走是 另一回事的 對不對 我們回想起 就是可能 我不受理 是的 可能是有機會 還有你有沒有拜錯 也不知道 是嗎 是的 因為我之前搬家 我也有拜過的 但是這次就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那份寶 第一不穿 第二是那個蠟燭 自己掉到地下 是 有點不祥之事 OK 是啊 說到拜四個或五個的事情 待會在我們的收費時段回來 我又當一個冷知識 我會找到兩位法科師傅 說說他們的看法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的 那是否應該在家裡燒 還是拿出外面 我們研究過 因為有些師傅說 應該拿出外面燒 嗯 但是剛才很多人就說 外面不可以燒 冷行 那些樓梯位 外面都會為止 是的 不可以 但是這樣 現在有些家裡 其實他都為了那個防火系統 我曾經住過一些 他們裡面都安裝了一個消防 是的 是的 那你家裡燒 也會響 那在哪裡燒啊 大哥 怎麼燒啊 好了 國家有不同的說法 一會兒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下次你的團團我會參加 董哥先生 應該四月了 大家定期 好嗎 清邁 應該真的是清邁 但我等你先出了價錢 是的 先出了價錢 好的 謝謝大家 拜拜 因為現在的房子 跟以前不一樣 是 就是設計 現在是多了淋滋的東西 你怕火燭 那家裡都安裝了一個感應器 好了 他不會想到你拜四角 在裡面 還有現在很多走廊 說裝支香都被人投訴 是的 所以都很麻煩 真的要請教師傅 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搞呢 他又願意離開呢 其實是否一定要拜呢 你做夜場拜什麼 當然不是拜四角 那當然是把刀插鞠 那些 對 拜拜諸八戒 通常一般我們都是拜四方兄弟 那些 你們就可以出街燒 是的 殺一殺就有人上來 真的 是的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我問一會兒 我給一個電郵出來 其實是有朋友會問這件事 因為你說 不是在家裡燒 但我現在下街燒 那怎樣燒 什麼地方燒好 其實大家會有少許混淆 一會兒回來 收費時段就會聽得到 如果你想當我的冷知識聽 就立刻可以回到admundpunt.com 選擇用PayPal 即是你的信用卡 可以透過過數 而聽得到 立刻可以開通 或者在我們BIGBIG AIR的手機上 立刻可以用Cons 給Cons都會聽得到 不過至於在國內的火追網朋友 暫時就聽不到直播了 即是下一節就唯有聽重溫 而且澳門的朋友也有點棘手 我也知道 是的 你的群組的朋友 我的朋友也是 因為澳門朋友暫時給不到PayPal 只可以透過下載去聽 回來之後收費時段 更加有Rainbow在這裡 會聽到我們的冷知識 好可憐 恐怖再見